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奶奶 放心吧 芊芊在剧组拍戏呢 她不想用星攀的钱上学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干出番事业来 你看芊芊多懂事 多有志气啊 是啊 这孩子 长大了 懂事了 这丫头有骨气 向她爸 妈 姐夫 回来了 老爷 宝雪 倩倩在外边拍电影那些事 跟奶奶说了吗 正说着呢 奶奶夸倩倩有骨气向她爸 是啊 这孩子打小就跟她爸碾在一块儿 能不受她爸影响吗 师傅 咱红花到北京 残疾人艺术团工作了 都是因为你教育得好啊 红花是咱的骄傲 放心吧 陆师傅 好 谢谢你从小抚养我们家的红花 谢谢 红花 来 这部手机送给你 记住 无论走到多远 全家人都陪在你身边 到了北京 给爸爸妈妈报我平安吧 谢谢小姨 罗爸爸好好照顾妈妈 帮我转告她 有她才有我红花的今天 放心吧 孩子 红花 到了艺术团 好好跳舞要听老师的话 好了 咱们该走了 你 告诉那个姓梅的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必须认真整改 验收合格后方能发证 否则坚决吊销开业执照 就找我说的 那我上班去了 我还住在那个酒店的那个房间 你随时可以离去 怎么 你不回美国去了 千千都这样了 我能撒手不管吗 外道是咋没 法院的船票都下达了 要再不回去 那边真是要麻烦了 你别听她的 我没事 你自己也要多保重 那你赶紧回吧 老子拼了一辈子的命 赚点辛苦钱 就盘下这么几个小矿 熬了这些年 也总算熬出头了 该翻身了吧 他让我给关了 这不是往我们命门上踹吗着的 罗满师 那分明是想让你亲家荡产呢 我看他 他这是公报私仇 你信不信 我跑过坑把他给埋了 你们两个先出去 罗满师 人家现在是政府人员了 你这分明是拿着鸡蛋 咱们往石头上碰啊 咱把丑话说透了一样 要碰你去碰 我惜命 我就不奉陪了 我可告诉你 你别在这准带乐祸 我要是跑不了 你也跑不了 翻开 哼 你就不懂了 他要踹你的命门 你就不能找他的妖眼 对付这些政府官员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在男女问题上给他做文章 对啊 咱们就拿他小姨的事那会儿腰额下来 把这小子赶下台 行了 当他小姨子马上是曹家俊的媳妇 再拿这个说事没人信了 那怎么办呢 这家伙是个油盐不浸的主 油盐不浸 她媳妇 那个用铁链子绑来的媳妇 就是她的软肋 那都是老夫老妻的了 这点破事还能做什么文章 老夫老妻也有新故事呢 想不想让我给你讲一个精彩故事 好 席二公斤 二十年前 罗曼氏把他现在的媳妇从海边捡回来 他原来媳妇的娘就骂到了狂上 什么 我已平安到达放心 红花 想爸爸 我让他去吧 你太会编故事了 精彩了 把这精彩故事散布出去 他罗曼板时就是铁打的 后院只要一起大火 我保准他撑不了几天 董事长 董 董事长 集见 谁 谁寄来的 没有署名 没署名 喂 大宝 你立刻到居线茶室来一趟 又急事了 快快快 好的好的好的 郑司长 大宝 大宝 终于来了 是否亲爱出什么事了 我刚刚知道 那个陆红花原来是罗曼石的私生女 你说什么 是真的 我刚接到了一封秘名信 你想 这信要是都能寄到我这儿来 那肯定整个楚都市都知道的 我一直觉得罗曼石跟这个哑的女孩的关系有点蹊跷 原来是这么回事 俺闺女都跟她十几年了 生女主成首周了 现在俺闺女啊 都怀上罗曼蛋里的小孽种了 我也是 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我也沉不住气 可是这么大的事 我也不敢瞒你啊 谁跟你输的血 同叔叔 那你爸就没说 他跟你输血 因为当时红花流的血比我多 所以我爸 这说不定 也是饶言 你想这罗曼石新冠上任三八火 他肯定是会得罪人的嘛 你快看看 这瓶血的啥呀 你罗把把架才是你真正的结果 大宝 你也别激动啊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挺离奇的 我觉得这个罗曼石应该不至于 他不至于啊 是真的 这全是真的 这完全是真的 大宝 你别激动 你别激动 这七年了我二十年 大宝 你冷静 冷静 冷静一点好吗 你可千万别吓我 冷静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冷静过 这么清醒过 你还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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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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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说 你给我 我不能用我的错误来惩罚你 我去这啥发不行吗 这丫头从来没出过远门 她怎么敢一个人出去闯荡 连家都不回了呢 你这个是儿犯 康维莲的母亲就是你杀的 你胡说些什么呀 谁告诉你的 妈 这是康维莲告诉我的 她肯定是和你的养子在一起 不可能 她知道倩倩是我的女儿 她不敢跟她在一块儿的 那也许是康维莲故意供应倩倩 想来报复你啊 她今天可惨了 这怎么办怎么办呀 不会的 不会的 你放心 我也没给她留什么钱 她这会儿应该已经熬不住了 她应该在美国 肯定不会在国内 你怎么就这么确定啊 我有预感 她肯定是和你的养子康维莲在一起 这肯定是她复仇计划的一部分 那这可怎么办 可怎么办呀 王秘书 进来一下 好 董事长 把你跟康维莲联系 看她是不是在国内 就说我已经知道她跟倩倩在一起了 看她怎么说 你看我这样行吗 好 喂 哪位 谁的电话你就乱接 少爷嘛 我们知道你是在中国 刚才旁边做话给倩倩吧 别挂啊 倩倩妈妈要跟你讲话的 喂 康维莲 我请求你 不要伤害倩倩 她是无辜的 阿姨您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倩倩的 谁的电话 我妈的 天哪 她妈是在一起 让倩倩听电话 我要和我的女儿通电话 喂 妈 倩倩 你怎么这么任性啊 妈 你放心 我很好 我现在跟维莲在一起 我们俩一起创业 我们俩不靠任何人 完全靠自己打拼 你才让妈妈操心 你知道不知道啊 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现在都长大了 我成年了 能对自己的事情负责任了 方韵念 喂 我警告你啊 我不许你伤害倩倩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我不像你一样这么卑鄙 赶快让她离开我妈 别再纠缠了 听到没 倩倩让你赶快离开欧老师 别再厚颜无耻地纠缠了 她怎么说 怎么说 没事儿 她们说她们很好 但你放心 倩倩 喂 喂 马上你开康维莲 马上你开她 我知道你拿她动 我半夜她会下行的 妈 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人啊 我没事儿 真没事儿 你知道我知道 你是她仇人的女儿 还有 罗百姓 是不是早就知道 你跟康维莲在一起了 对不起啊 妈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得上戏了 我有空再跟你打啊 拜拜 拜拜 你 你妈妈说什么 她说 我是你仇人的女儿 怕你把我给害了 啊 人家的上帝啊 真的真是太可怜了 她走出了校门 就等于是步入了糊口 罗百姓肯定是早就知道了 她肯定早就知道了 我可以忍受她对红花那么好 但是我不能原谅她对倩倩 这么多无情这么多不负责任 大毛 大毛 大 子大 子大 怎么了别吓我 子大 我母亲对我发誓 她从来没有害过潘小花 是她自己固执认为我母亲和家人 抱着那场针对她的打结 所以她一直针对我母亲 抱有刻苦仇恨 这人疯了 太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 我妈还被她给迷惑了 怎么办啊 快帮我想想办法 怎么办 别动别动 把手放下 放平啊 千万别动 我怎么又住进医院了 医生说你这次病得特别急 必须得赶紧住院 你在这儿 舍了我一夜 不来 来 小心一下 你知道我最后为什么决定要回来了吗 因为我想起我妈妈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那句话 她说人这辈子啊 有两样东西绝对不能错过 一个是最后一班回家的车 再有一个 就是最爱你的那个人 董事长 美国极箭 行了行了行了 你没看我忙着呢 出去 汪秘书 什么事啊 是不是案子的事 对他没有秘密 说吧 邹法院这一性子第二次下他传票 您务必要回去 否则法院对您进行缺席审判 到那个时候就连上帝 不 中国的神仙也帮不了你 让他们去跟中国政府签订引渡协议 然后再来引渡我 汪秘书 负责 案子是不是很严重啊 很严重的负责 律师已经多次告诫我们董事长 让他不要 I'm sorry 让他不要和您密切接触 你看现在这个样子 他浑身是嘴都讲不清楚了吗 你的话数是太多 唉 您不是说对夫人没有秘密吗 妈咪说 他会不会被判刑 我的意思是说 他会不会 被判死刑 纽约州刚刚恢复了死刑 主要是康氏家族已经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 这一次他们不知我们 董事长已死地是不会死的 对夫人 穿处刑 整个人 继续 好的 人 是 我不管你 我就是需要 你看你 我就是要 我就是 这有一个 大家有什么 大家可以 你是不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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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世界 proto 不多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来 吃饭了 又是盒饭 我看到盒饭就像吐 对不起啊 都管我没本事 只能当个跑龙套的小演员 就这还是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拿的呢 好 我吃 我吃 我跟你讲 珍珠是这么产生的 珍珠是在盒帮西人的肉里 进了沙里 然后这些沙里呢折磨的 这盒帮真的很痛苦 然后它分泌一条液体 快吃吧 这个你干嘛不吃呀 这肥肉看起来像肥皂一样 我看着就像吐 是不是每个伟大的作家成功之前都要这样子痛苦啊 行了 行了 别感慨了 等以后咱俩有钱了 开公司了 你去当导演 咱俩受的委屈不都全补回来了 嗯 我去把这扔了啊 嗯 我的天啊 你还没吃啊 我真昏啊 对不起啊 今天剧组不知道犯什么神经 管得特别严 每个人只能拿一份 没事儿 我不吃啊 还能减肥 罗恩倩 你现在离开就把我把这个饭给吃了 要不然我就挖个洞 然后钻进去 哎 你要干嘛 有什么时候了 现在要她做什么 给我 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 再怎么困难也不能卖 给好好收拾 天真 对不起 天真 没事儿 珍珠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 你刚才不就是这意思啊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不能吃苦 一直剥落的女孩 但其实你很坚强 我本来就是个孤儿 你还真把我当成你笔下的公主了 不不 你是现代版的灰姑娘 而且是一个会得到幸福的灰姑娘 真的啊 其实回头想想 我觉得自己挺幸福的 虽然爸妈不是亲的 但打小却像亲的一样疼我 后来我长大了 想家人的时候 又遇见了你 吃饭吧 董思导 董思导 哎 怎么样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上面已经派人来调查 罗满斯生女的事情了 他怎么说 他只是说 亲者自亲 左者自左 什么都不说了 难道他连一句 遮羞的解释都没有 以他现在的身份 他怎么开得了口 对了 派人去找下我妹妹 我有话跟他说 姐 姐 你怎么又住院了 坐下 我有重要的话跟你说 哦 那你们聊 我出去拖拖气 他不是去美国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你明信的事 你知道了吧 你也收到了 原来红花 是罗满斯的私生女 我 是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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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不来的 我来说 我能做一些事 你怎么办 我跟他去 我给你 所以我看你 我会做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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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做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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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思缠身 我都不知道我能活到哪一天 我现在没有别的想法 我只希望你姐姐能够有一个安稳和睦的家 只要她和倩婷能够幸福的生活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只是没想到你姐姐对罗曼时有这么深的误解 你说你不知道活到哪一天 什么意思 你真把你老婆给杀了 现在起诉我的罪名是蓄意谋杀 但是你看我这么善良我这么软弱我像个杀人犯吗 我难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人一扭曲变态什么事做不出来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姐爱我姐 李子杰还拉她当电背的 你饿不饿毒呀你 小雪 姐 好多事情都并不像你想的那样 你现在正在气得不上 都冷静了再就决定好吗 我已经做决定了 我决定和她去美国 姐 你要去美国 不行啊姐 你对真的看 Rach 我今天很想看他的 stressful 我身 cor的温暴力 我现在为什么会有 我宋温暴力 会自己说阿滚 可是我们下天 你怎么会不上 再赌时间 走 我快走 我今天想看这边 你还快找那个 好糊涂啊 你好糊涂啊 你来 你坐 奶奶 你坐 你姐咋回事啊 咋又住院了呢 是不是成心不想回家呀 没有 医生说还得再观察观察 那你带我上医院去看看你姐 不用了 不用奶奶费心了 她马上又出院回来了 我看你姐呀 肯定是不愿意回家 那也不能总住医院呢 那不又得花那姓盘的钱呢 那你说这左邻右舍单位同事 那都咋想啊 还别说你姐夫那死要面子的人 就我这老脸都挂不住筋 我看你姐 诚心是想和你姐夫吹灯巴辣 没有 奶奶没那么严重 都在气头上 分开几天也好 都冷静地考虑考虑 到时候我也劝劝我姐夫 你说你姐夫啊 刚走马上任 那忙的是脚打后脑勺 天天回来那么晚 你姐又整这么一出 你真得好好劝劝你姐 我觉得你姐也不是这样的人呢 是啊 我姐不是那种人 她就 她就轻轻了一些谣言 说洪花是我姐夫的私生女 啥 这是哪个还牵刀说的 这不诚心遭记你姐夫呢吗 奶奶 你别着急 你想想 姐夫干媒监局长这个得罪人的差事 堵了一些人的财路 肯定有人想报复呗 我也奇怪 我姐姐也就不明白这道理呢 我姐夫回来了 妈 儿子 妈 宝雪来了 儿子你可遭罪了 儿子咱不怕啊 咱脚正不怕鞋歪 身正不怕影子鞋 咱不怕 妈 什么怕不怕的 宝雪 跟奶奶说什么了 没有 那个奶奶 您先休息 我跟姐夫说点事 来 来 坐这儿 你知道我姐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吗 她对那个谣言信以为真了 今天专门把我喊到医院 你姐又住院了 她还是听信了 红花是你私生女的谣言 气得假扛发唆了 你姐怎么说 她要跟你离婚 我说这几天她平平静静地 跟我不吵有个闹 还跟我分剧 我心里觉得就不大对劲儿 我决定应该把真相告换 告诉她什么 宝雪 你可什么都不能说呀 这么多年了 几次我想张口对她讲 她受不了 她会受刺激 现在她身体这么不好 她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姐会发疯的 你知道吗 哎呀 我一是考虑到这一点 我就恶个憋住没说 我 这有人把姐写一份 情况报告递上去 说明文化 确实是你报告的气 你是清白的 不就结了 对我姐那边也是个交代啊 快 写 怎么写呀 写 姐 倩倩是我的亲规 彭花也是我的亲规 总哪让我都认这个账 都这一期也不会耳上 你还这么顾着 难怪我姐生这么大的气 下这么大的决心 要是我也受不了你 你的事儿 我懒得再管了 都受不了 都受不了 就让我一个人受 我们现在去哪儿了 医生说你的病 必须得做点131治疗 我给你约了全国最好的医生 我们现在就赶过去 不能再多了 是吗 汪秘书 我们现在去哪个医院 这是一家全国最知名的 治疗内蜂蜜病的医院 点131是个放射物治疗 必须隔离 以免呢对家人产生影响 董事长担心您在原来的环境里 太受刺激 影响得有效的 离开这儿 越远越好 我现在不想看到这里的一切 你只要安心把病养好 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已经把离婚协议交给她了 妈 回来了 儿子 倩倩妈托人给你带封信来 你看看这写的啥呀 送进去 那一刻 请封信 但你 所以想他们 可以吗 他们看了 肯定就可能 没那么严重 放心吧 好 你就从那儿跳起К boosting 好吧 签 GRÜNEN 你赶紧打电话给你吗 你小鱼刚打来说你妈 要跟你爸离婚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这回你在这儿安心养病 绝对不会再有任何人来打扰你了 真的 进来 倩倩 不好意思 请夫妻 喂 倩倩 我生爸妈 你现在在哪儿啊 妈 我挺好 你放心 您的病怎么样了 我现在在外地治疗呢 我没事 妈 我求你了 千万别跟爸离婚 我就是因为不想您跟那个人在一块儿 才不用他的钱上学的 你要是真跟爸离婚了 我这血不白退了 我这代价也太大了 妈 妈 我求你了 千万别真生我爸的气 倩倩 你还跟康莉莲在一起吗 你怎么这么不听爸的话呀 他对你绝对是不怀好意 你马上离开他 你跟他是绝对不可能的 妈 康莉莲对我很好 真的很好 我爸都会看人了 他都说康莉莲人不错的 别再提你爸 他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妈 你怎么突然之间对我爸这么大的误会 怎么了 他欺骗了我 欺骗了我整整二十年 你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我跟你说 红花是你爸爸和我结婚之前生的 红花是你爸爸的私生的 你知道吗 不可能 这事我敢打百分之一万的包票 这件事情我从头到尾全清楚 行 别提他了 马上离开康莉莲 你一天不离开他 妈的病人一天不会好 至少不知道啊 喂 天大的误会 天大的误会 你妈妈是不是觉得我要把你给害了 我妈以为红花是我爸亲生的孩子 你说 我要不要告诉他 红花其实是他自己亲生的女儿啊 我豁出去了 电话给我啊 不行 我爸知道这么多年都没说 肯定有他的道理 我得相信我爸的智商 这事是没法说了 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不行 我还是得给我爸打个电话 喂 爸 倩倩 爸爸 别担心 你爸没事 爸爸能停住 你爸是谁啊 你爸叫罗满石 你爸就是块大石头 摔不碎 压不垮 跟以前一样 能吃能喝的 孩子 什么时候拍完戏啊 我来跟爸爸说个话吧 爸爸想听你说笑话 我爸爸想你啊 爸爸想你啊 爸 我也想你 可是我现在还在拍戏不能回去 而且我也不想这样回去 窝窝囊囊地在家里当肯老族 那样才是辜负了您对女儿的一片心啊 爸 您放心 我刚才的肯定是对您有误会 你给我妈时间 让她冷静冷静 等妈冷静下来 她会回心转意的 会想起来你对她的好 我妈现在只是在外地养病 她跟那个姓潘子肯定没什么 你们要相信妈 她不是那种人 爸爸相信你吗 浅浅 你睡啊 没事 小康在你身边了 去把她接个电话 在 在 在 我爸要跟你说话 喂 罗先生 您好 什么先生先生的 谈生意呢 这就是我说啊 倩潘是个好闺女 长大了也懂事了 我把我的女儿 回家给我回家了 我希望你们能好好地 幸福地生活 听到没有 罗叔叔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倩潘的 你也多多照顾自己 注意安全啊 开完戏你和倩潘就回来 爸爸在家等着你们 这回来爸爸给你们包饺子了 好了 不说了 就这样 我等你们啊 就这样 你怎么了 怎么坐在地上啊 aş� 生花有春光有彩香 妈妈只有冰霜雪花 日子有欢乐也有幸福 妈妈只有心酸苦辣苦辣 妈妈是一个遥远的初夏 泪雨中她抛起妈妈 泥泞路上艰难跋涉 伤心泪水花满脸颊 还是那个遥远的初夏 妈妈身边总来另一个她 阳光撒满满心笑舞 妈妈冰冷的心融合 不能把生活游览尽头 我的日子温暖不降 善良能慢慢满满转 我站好 幸福笑容满载 我们的生活游戏尽头 我们的生活游戏尽头 reinforced cyclist 我们的生活游戏尽头 欢迎 meinen家 interest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